飛上天空搭配音樂節奏 工作人員熟練的掌握飛行方向 左右繞個圈最後回到前方 為一年一度的新竹國際風箏節 拉開序幕 場邊家長也帶著小朋友欣賞風箏 更不時拿起手機記錄這一刻 今年呼應龍年以追根隊為主題 8月31 9月1號一連兩天 屆時現場飛龍 火龍 QQ龍 將一起飛上天 更首次曝光高達10層樓的三頭龍風箏 另外師傅也邀請眾多國外團隊來到臺灣 與國內風箏好手一同操作演出 國際風箏節總共有德國 法國 哥倫比亞 印尼跟泰國有這麼多的國家來一起參與 所以不只可以看到我們在地的風箏 也可以看到我們國際的風箏 呼應龍年出現龍風箏 飛上天空不能少這一隻 新竹式鳥喜鹊 他的名字叫皮卡 也成為這次活動的特派員 我們的新竹式國際風箏節 在去年也獲得了 這個美國MUSE大獎的金獎 以及米蘭設計大獎的銀獎 雙料的認證 舉辦場地就在知名的南寮渝港旁 新竹式也邀請民眾來海邊吃海鮮 欣賞美麗風箏 TVBS新聞 陳世銘 楊琦 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